還有 嘩,今天真的不可笑 我們真的很快手 原來也有這麼多恐怖片 很多 其實挺痛的 不過挺痛的才能出幾個 好,應該是恐怖系的最後 SDCC版IT 這個絕對是相對性 我不知道香港會不會很容易買到 但其實當時在外國想入手 都有點難度 請問誰有看電影? 我有 真的教給你 但它好像沒什麼特別 轉色而已 它除了顏色之外 之前不是有些爆開口 另外有個版本是那些床手 那個很棒 但那個手好像在電影中沒有出現 我不知道它是哪裡來的 然後有那個扭曲了那個長條女人頭 嘩,那個真的很恐怖 好像今年會上週二 就是下半集 其實我一直在等著 其實 你覺得這套很恐怖嗎? 恐怖又說不上 但我會覺得挺好看 因為它很有趣 你看恐怖片 有種感覺就是它一邊嚇你 就會覺得 那套戲都很快就麻木了 就是你會 你會 你會 那套戲 其實它是拿了幾個年輕人 就是有點像 看《strange things》那些 就是 它就是 不斷地 有些好笑位 或者是它有些好友情的位置 令到你一邊衝淡你的恐怖感 突然之間又嚇你 然後又衝淡一下 然後又嚇你 那你就在套戲裡面 你拿到一個 就是有一個平衡 你的人就好像 你不會很麻木 你就會 原廠都會覺得 都挺好看的 雖然那個結局就差點 因為當時 當時我看元祖 即是80年代那個版本 我悶到爆 因為以前是小時候 就代入了以前那個年輕人的階段 就會覺得 那時候真的害怕 對 但是用現在的眼光去看那套戲 就很悶 而且因為它 舊版是大人先 然後再鋪回做小孩 對 但是它的故事 就有一種很平鋪直墜的感覺 沒錯 就是每個人遇一件事 每個人遇一件事 其實我嘗試 其實想把氣球擠進洞裡 誰不知道氣球那些 對 膠呢 就讓我把它移開 不要緊 可能要找些大力 大力出奇蹟 我們一向都 大力出奇蹟 真的大力出奇蹟 真的大力出奇蹟 不要緊 是不是那些 那個皮 好像包皮鐵線 對 包皮鐵線 噢 那不行了 你要剪平衡才有機會 好吧 不行了 沒有力了 還是其實它插這個會比較 兩元都試一下 咦 為什麼它沒有了 I love Derry 這個字 因為它想把黑白和紅色 去撞出來 噢 我想你現在可能 所以變了 這個正常一點 或是橙大一個洞都可以 橙大一個洞 橙大一個洞就拿不到那個 對 這個就是完全的 黑白版 對 圖畫版 其實紅色那個也撞得很漂亮 其實紅色比較漂亮 所以我才想拿紅色那個 但是這個人的樣子有點像阿基拉裡面 啊 有幾個實驗品 不是啊 實驗品 我覺得 還有這隻腳可動很厲害 沒有記錯 手和腳都很扭得 他那個手 我印象中的手也是 不好意思啊 總是有點意外 灰爆 這個真的 哇 我上面那個不知為什麼咬不動 一天吃緊了 可能是 不斷地把它拔出來 OK 不要緊 我們用這邊再試一次 希望慘劇不要再重演 唉 不好意思啊 他可能真的只有90度 膝蓋是 是厲害的 因為他真的是 叫做雙重關節 是OK的 我覺得這隻可動不錯 而且他也是 那個雕工很到位 本身 始終他的設計 方便到他們在那些 關節位下功夫 是的 還有他們的PVC很有趣 就是他可以很軟 但是他又不會很黏 或者他很難噴色 然後他的細節又全部都這麼粗 因為很難 因為其實很有趣 例如你做一些PVC 他要鑄鋼 鑄鋼的時候 他要覆三次 覆的時候 每一次 其實那些細節都會減 我想 始終Nekka做了很多年 他可能在那個雕工 一開始雕第一個的時候 他的心度很重 很重 很重的 可能你在原版的時候 你頂不住 他一定要 出了懶件之後 你才會覺得OK 然後他真的很漂亮 太厲害 而且他真的 每隻貨在相識都這麼漂亮 這個 不知道坊間會不會有得買 可以看超人 超人比較多 Nekka的real toy 這個很適合在那些 很黑暗的環境之下 即是 即是影黑白相片 那個感覺很出 很慢 有些藝術感在那裡 有些藝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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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說中的2D配色 有些藝術感 很厲害 如果他喜歡IT 這個SDCC 都不應該走 坦白說 好 一次爆了這麼多 讓我們休息一下 好 待會見 這個頭轉得很快